黃智慧 開始 黃智慧 開始 黃智慧 開始 黃智慧 大家好 我是黃智慧 今天來跟各位報告 昭和林這個百年聚落 時空脈絡底下的台晶龍會區的價值 從幾張圖來說明這個時代的脈絡 1920年代百年前的這個地區 要從石川清聚朗的這張圖來看 悠閒的田園風光 但是它也說明了即將要面臨開發的壓力 第二張圖 1930年代用這張圖來說明 大臺北的鳥看圖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昭和丁已經在圖的這裡面 臺北市從淡水河往東延伸發展 昭和丁就是在發展的最東園 1940年代用這張圖來說明 美軍的航照圖 這裡面清田街、尊州街的日式宿舍 有數百棟 井然有序 是個新興社區 1950年代用這張圖來說明 劉庸所畫的都還是日式宿舍 數百棟在這裡 而且他說明了這裡像卡薩布蘭加 或是伊斯坦冰堡一樣 多種文明在這裡交會 可是這個傾向到今天 2020年只剩下50棟 這個整個區塊 那麼我們來看地大的宿舍 其實只有這一小塊 旁邊都是民間人的私人財產 是後來才被委託給台灣大學來管理的 那麼旁邊的這些民間人住了誰呢 這個我們現在都知道了 因為這一代的住民有自己的組織 就是叫做台北招惡地的 其實告訴我們哪一棟裡面住了誰 那這些都是對台灣研究 非常有貢獻的異大學者 台北高校的學者 還有台北高商的學者 那麼在溫州街的這一塊 也很清楚了哪一棟住了誰 那麼這裡面他們還是會回來看 告訴我們這一個歷史 那麼我在這裡就是要跟各位提出來 這個地區的脈絡是很清楚的 我從人物史 特別人物史來講一點 有一條的文化脈絡很重要 從中華民國的早期階段的歷史 來到台灣 我們看到余悠仁先生參與了辛亥革命 董作斌先生殷商考古 余大維先生對越抗戰823考戰 台進隆先生武士運動新文化運動 那麼溫英海光先生對日抗戰 跟台灣的白色恐怖 這一條文化脈絡就來到了昭和町 化為養分 形塑了今天的台灣文化 這裡面兩位大維化家的故居都不在了 只有台進隆先生的故居還在 台進隆先生有一句話讓人很感動 他的刻意裡面 他說本來在台灣沒有9G的意思 是歇腳意思 後來我們就變成這樣 非常感激 好 那麼這裡面是我的三點結論 請各位參考 謝謝 下一位郭麗雪小姐 我們要請掌握時間 以後三分鐘 別客氣 別客氣 剛剛這邊有提到 是 是 我們穿插 我們穿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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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掌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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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應該有的態度就是要謙卑 然後多去關注文化的傳承跟歷史的記憶 再來就是省思 要多想想看台灣大學可以多做哪些事情 可以把哪些事情做得更好 待會我們的台大校長董忠銘先生 也會有補充關於台大對文化資產的態度以及高度 溫州街25號其實過去不只住台進隆教授一個人 他住的時間稍微短一點點 他是為了配合台大宿舍的改建 搬到退階的溫州街25號 在那邊住了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其實裡面的配助人 謙如衛就是台大醫院的快遞主人 住了很久 神租31年 那台教授住了六個月的時間 後續還有我們的賀德芬老師 還有張全國教授 大概分別住了13年跟14年的時間 因為這些使用者需求的關係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內部的格局跟外部的格局 大概做了很大的變化 溫州街25號這個台進隆的宿舍 他是位於溫州街跟新生南路三段 S6項交叉的 他是一個角地 他北面是一個七層樓新型的滑下 他的東面是一個四層樓雙變的 就是舊的公寓 所以他是被夾在一個角地上面 所以他是屬於固定的一塊角地 那不管是從外在格局做很大的改變 其實他裡面的解剖系統也是有問題 我們自己是土木系的老師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梁柱系統 大概已經有明顯的變形 除了使用性不佳 就是地板破壞 屋頂漏水之外 他也有很嚴重的重鑄問題 那他裡面跟外面的格局 大概都做相當程度的改變 所以剛才承擔人員也有看到一些照片 就是包括他的廚房 然後也是一個新式的廚房 那後面有一些搭建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的結構性能不佳 然後內外格局做相當大幅度的改變 他坐落的位置是屬於一個 沒有跟其他日式宿舍連接的這個角地 這個也是107年為什麼文職委員 做出具文化價值的這個結論 那台大校長回來之後 他除了給我們最高指導原則之外 他也希望我們總部署可以全盤 戲縫性的盤點 所有台大所屬建物 那盤點的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是要用年聚校年縫事 所以在3月9號他找了總部署的同仁 找了中文系的系主任 學生會會長 學生會文化部的副部長 還有中文系的自己的系學會的會長 我們大概針對於溫州街25號 我們有初步的想法 那就即便台教授在這邊住的時間 稍微短了一點點 但他是屬於紀念台教授的重要據點之一 我們希望可以重新整理他的故居 那因為他跟台大關係太解密太重要了 來自於整個台灣中國的文學 所以我們紀念方式實際要以人為主軸 那不是單純的保存這個建物 那保存的方向是要真實呈現他的文學貢獻 包括學生為他們很在乎的白色恐怖很多 他的生活的軌跡 他應該被完整的被記錄到 那我們就一些初步的想法 我們希望可以保留這間書社 把它作為台進隆的人文會館 或台進隆的人文講堂 那他還可以作為展覽他生品的著作 書畫跟傳說的平台 那有些更積極的意義 就是結合中文系文學院的老師跟學生 我們深入社會 深入社區 來規劃我們的人文波蘭 那其實剛才陳曼檀位大概有提到 包括提案有提到 附近隆的日式宿舍 台大部這件事情是有想法的 我們希望未來會有一個台大當代文化中心 那台進隆宿舍這一個 會變成未來一個相當重要的書 那最後就是很簡單的是 我們台大自己校方的想法 我們希望保留台進隆的附居 那如果可以的話 請允許給台大更多的談親 那我們經驗建築的方式去保留給他 讓他未來可以發揮更大的效益 謝謝你們 接下來 主席 台大校長 過頭就九分鐘了 請你們計時還是再麻煩一下 主席 各位文字委員 大家好 我是台大校長 管仲敏 我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向大家報告 台大對於具有歷史文字意義的 建築的政策方向 過去由於台大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做法上也許相對被動了一些 所以引起了社會上許多誤解 主席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以台大校長的身份 在這邊向各位委員報告 台大未來對相關建築的政策方向 我想把這邊總結成三點 一個對於這些具有歷史文字意義的建築 我們希望用整體規劃成文化聚落的方式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有效地傳承歷史文化記憶 然後在這邊 這次大家要討論的主要區域 不只是台老師的住宅 我們希望將來當副總部長也報告 就是希望變成一個當代文化中心 在整體規劃的方面 我們希望不只是注重個別歷史建築的保存 我們希望以更總體宏觀的方式來規劃文化聚落 以更具彈性的方式來活化文化資產 以便於傳承歷史與文化的記憶 那要怎麼樣傳承這些記憶呢 我們希望除了靜態的防設之外 如果我們可以在這些歷史建築場地 進行各種藝文展演與講座 讓這些文化活動來呈現這些歷史文化人物 以及相關事蹟 我們相信這是一個更有效 也更有意義的傳承記憶的方式 以剛剛副總部長報告的 這個台老師的住宅為例 不然台老師在這邊只住了六個月 但這幾乎是現在台北 就是我們在台灣 唯一大概可以留下來 跟台老師能夠直接連結的 以中文文學院的辦公室來講 因為以前沒有固定的研究室 所以台老師用的其實就是系主任的辦公室 那這邊也不停的有不同的人使用 所以這是一個大概真正 即使時間短 大概也是我們剩下五個 可以跟台老師證明直接連結 那以台老師在經歷過新文化運動 他經歷過整個中國內戰 一直到台灣帶給台大公文系 這樣的過程中間 那我們相信留下這樣子的建築 然後我們透過不同的展示 也透過不同的展示 我們可以達到更有效 讓很多人在這樣子的環境中間 更可以體會到當年的辛苦 一定這個台老師在這 整個文化過程中間的 所代表的意義 我們相信用這樣子的方法 而不只是說留下一個棟房子而已 而是有更生動的這些文化活動 能夠作為祭典它的方式 只不過放在一個 所以跟台老師有直接聯繫的房子中間 會使得這件事情更有意義 最後在我們剛剛提到當代文化中心 我們希望的是 只要文化資產能夠適當的利用 譬如說以剛剛舉例來講的話 形成這些展演場地或一文講堂 我們一方面可以延伸 校面的學術與文化活動 一方面也可以與社區結合 直接面對市民 讓市民共同參與 形成新的當代文化中心 不然是台大的當代文化中心 但也會是台北市的文化中心 那本區成為規劃的溫羅丁區域中的一個寶石 也是整個台北城南最動人的文化風景之一 那我最後要強調 這個在我們學校內部討論中間 剛剛有說明 我們不僅是校內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或我個人有這樣的想法 事實上我們邀請了東文系老師 也邀請了學生會共同參與 我想這件事情對於適當的保存 以更積極更有效的方法 來傳承文化記憶 是我們學校內部的公司 也請各位委員們能夠審査剛剛我們的方向 然後支持我們的做法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是郭麗雪小姐 這是三個 還有一個學生會的 還有一個學生會的 是不是還剩一分鐘 半分鐘 剩三十秒 三十秒 好 二分鐘內可以 全部照顧照顧照顧 還有三十秒 好 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學生會認為 其實台進龍故居 不只是台大或是中文系的建築 也是全民的資產 那在建築上 在歷史脈絡上 都有積極的意義 那因為時間不多 我就直接講一下 其實在過程中 其實學生這次很積極的來參與這個 台進龍故居的規劃還有保存 那我想也非常有意義 那我們也希望後續在於使用上 以及在於規劃上 都能夠讓學生來參與 不論是在藝文中心 在文學的聚落展示上 以及在於在地的白色恐怖 以及整間的教育上 我想都能夠發揮更積極的意義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那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波力學 三分鐘 然後後面的是 蔡金榮 吳芝林 陳其中先生 然後後面還有 提取的藝妹的人 三分鐘 那準備好了 我們就開始 各位朋友好 這個台教授的這個墓居 是我們剛剛很關注的 那我個人是在2000年的時候 也參與了這個台大這個 精品東溫洲街的文殖 的積極保存的這個運動的職 那這一棟房子是非常能得的 那剛剛我相信我校長已經有提到 是很值得的保存下來 那在這個區塊呢 很多的日式建築 包括在我個人居住的 昆州街的264項有兩棟 那都是有很多教授呢 各具有他們自己的專業方面的 那他們既然他們租過的地方的話 我覺得這是我們一定要把它保存下來 讓我們的後代能夠能夠看到他們 這麼這麼的那個的在台灣留下來的這樣子的 讓我們的後面的學生學子呢 能夠有一個社區去探查的一個地方 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剛剛是黃照說那個 後面的一個很重要的 那因為時間的限制 我們就擔任大家的時間 但是希望能夠保存下來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接下來是黃世上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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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有好 因為我們有兩位 所以我們有六分鐘的時間 你們是兩位一起 是 兩位一起六分鐘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段 講訓詢老師 然後董陽師老師 還有李文堅老師 對台經農民的一些 他個人的一些戰慾 請看影片 好 讓老師的就開始 台老師對我來說 這個說法下 那有老本人 然後又兩 還叫逢生 一切的事情都傳過水無痕 可是我到巴黎的時候 其實我在巴黎的圖書館 看到台老師 當時在台灣不明出版的書 借他者 弟子死隊 那是禁書 我才知道 台老師原來是李勳的大弟子 然後他在大陸的時候 曾經被抓過三次 關到監牢去 最後他一跑到台灣就來了 可是沒想到這個 鄭也來了 19世紀 所以他後來就完全不寫文章 他就寫文章 他就寫文章 那我就覺得 好有趣的 我對不起大家的故事 因為我看到台老師 是一個老本人 悠陽人 永遠都談這個事情 可是你在外面看到的那個書 是裡面充滿火熱 對農民的憤怒 然後哭訴 然後被體制的攻擊 的一個非常憤怒青年的台經 所以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就找台經農台老師 我說台老師 我聽說你家門口 永遠有一個紀錄車在監視你 是調查局 他說不是監視 我是監視對面 因為對面是彭銘 你知道嗎 他永遠不說他自己 自己的那個部分 真的嗎 可以 對 我們說你是因為逃避政治 所以你來台灣 那不是 是因為北京太冷了 我們家人太多 買不起棉被我就來 他永遠有傳過水 那其實 教會有很多東西 就是說 你自己在不能奸善天下的時候 你怎麼會來獨善其身 那獨善其身的部分 沒有做好 奸善其身還是假的 所以我相信 對我們那一代不只怕 也包括我們女玩意 我想我們都受到 這一對最好 在講宣言裡 一代文史大家台靖龍 無非是近代版的俗動過 醫生過達 泰然 終點後 書法文明兩岸 每個人都在寫一 為什麼台靖龍的一 一看就知道是他的一 裡面全部是鉤 裡面全是鋒芒 就是他所有的痛苦 都在那根線道中 大概四九年以後 能夠把書法變成一種 生命的面貌 大概就是台靖龍先生 大概就是台靖龍先生 第一個站 都是這樣 每個工作人員 大部分都在紐約做的 每個人 我很幸運 碰到台靖龍 台靖龍的台靖龍 一風潮 一風潮一風潮 一風潮一風潮 莊莊莊莊莊 那個時候 台靖龍先生 對我很鼓勵 他有一個新的視野 他覺得 這麼一個開放的情勢 他能接受 這讓我得到一個鼓勵 那當然 他們這麼支持 我放在一起做 按壓後 防智山沾爆發後 台靖龍也開始了 他新家在眷照的陶南深崖 一直到戰後 財嶄轉受到了好友的邀請 应聘到台大人讲 爱才 喜才 且读句世人之名 荒庸人才 也因此创下台大中文系 空前去后 唯一担任二十年之久的系主任记录 林文岳先生 大家都知道他跟台老师 台先生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那我们都知道 后来林老师写了一篇 他对我们的文章 叫读中文系的人 他就说他非常的庆幸读中文系 我觉得这可能跟台先生非常有关系 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我们的中文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们常常客户到老师的家里去 老师讲的东西 比在课堂里面更丰富 而且你几乎都没办法在课堂里听到 当时要去这案件里老师在了 就出来开门我们就去了 是一种很任性的青春 东佛乍世对我而言 其实是台大中文系教室的延伸 书亲有过多少阴情 诚恬 不坐在那间不胜宽残 书哉 以台先隔桌相对 听他分学问 谈书艺 平时尺 我们播到这边就好 谢谢 那因为我后面 我想要跟大家求聪 就是给大家看这段影片 主要是想让大家更重视台平洋先生 在对全台湾文化性的一个意义 那其实我们有更多名人跟证据资料显示 这一栋故居温座街25号 它绝对是视频古迹的等级 今天王兴老师也在现场 他也进去拍摄过 那今天我们来这边谈文化资产的身份 不是来谈火化灯再生 请不要让台大带风向 变成经验建筑 或是历史建筑 它是市定古迹 谢谢 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吴姿怡教授 请报答 麻烦帮我到第三页 台先生对台湾艺术文化的影响 我想我也不用多说 他曾经得到国家文艺奖 跟行政院的文化奖 还有影响这么多的人 但是你知道在1989年的时候 台大对于这么重要的台教授 我们来看看台大是如何对待的 曾经在台大任教30余年 当时已经89岁的老先生 陈昌明老师 在温州街一文曾经写到 1989年 温州街18项的老宿舍改建 广州街18项的老宿舍改建